Hello,大家好,我是Mr.Ling 今天和大家講的課題是 梯形面積 在開始之前,麻煩大家幫我按個Like Follow這個Channel 再按旁邊的鈴鐺 那下次我們有新片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我們的通知了 那如果大家看完這條片 對我們的課程有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WhatsApp我們 或者直接上我們的網站了解一下 事不宜遲,馬上開始了 首先要介紹梯形之前 我們要知道它的上底、下底和高 當我們有齊這些資料的時候 就可以利用梯形面積公式去進行計算 那就會是括弧上底加下底 三括弧,乘以高,除以二 好了,那我們現在立刻看看例子一 計算左圖梯形的面積 上底是8cm,下底是10cm 而它的高是8cm 那所以我們就會知道 括弧8加10,三括弧,乘以8,再除以二 等於18乘8除以二 答案就會是72cm 好了,同學要留意 因為上底和下底是需要先計算的 所以我們要幫它加括弧 這個也是同學常犯的錯誤 所以大家要小心留意一下 好了,到例子二,文字題 嗨,姐姐將右面的長方形卡指 軟虛線展成一個底是3cm的三角形 和一個梯形 那梯形的面積是多少呢?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的資訊是 上底15cm 而它的高是7cm 那所以進行計算之前 我們要先找下底 那由題目的貼士給我們可以看到 三角形的底是3cm 那所以梯形的下底就會是15-3 那當我們有齊這些資料之後 我們就可以利用公式進行計算 那答案就會是 酷弧15加酷弧15-3 珊瑚乘27再除以二 等於27乘7除以二 等於94.5cm2 好了,又到檢查點時間了 現在給大家10秒鐘10秒鐘之後 回來和大家對答案 現在開始 好,時間夠了 那我們先看看梯形A 它的上底是12cm 下底是10cm 而它的高是11cm 那我們利用公式進行計算 就會是 括弧12加10 三括弧乘2 11除以二 所以梯形A的面積就會是 121cm 好了,到梯形B了 它的上底是21米 下底是18米 而它的高是8米 利用公式進行計算就會是 括弧21加18 珊瑚乘200再除以二 那麼梯形B的面積就會等於 156m2 那麼梯形A和B我們要留意的 就是單位的轉換 至於體形C 那就有一點點不同了 我們先看看 上底是24m 下底是16m 2 它的面積是440m2 那麼我們要找它的高出來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只要把面積乘22 再隨意括弧上底加下底 那麼所以答案就會是 440乘22 隨意括弧24加16 那麼我們就會找到它的高是 22米 好了,今集差不多了 我們就跟大家說到這裡先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один 這一對 一對 20 20 1 20 20 2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